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乃木西点,1849年到1912年,乃木西点,日俄战争中司令馆,把自己两个儿子都送到战场,死在中国的陆军大下,一度因为战绩不佳,向明治天皇表示自杀谢罪,都被天皇拦下,1912年明治天皇死去,未表忠诚,在明治殡葬之日,他在自家和妻子一起, 换上干净的白衣,先把妻子赐死,然后自己后妇自杀,后来,他被军国主义者奉为人间模反,国之忠臣,日本人感觉对不起国家和天皇时,就效仿乃木,悄悄自杀殉治,阿难为己,日本最后一代陆军大臣,日本投降前夜泡了个热水澡, 在御人宣布投降的当日凌晨四点,在自家关底破腹自杀,不过,他的自杀看起来很痛苦,血流,静,自然而死,在一旁的他的内地主下正眼,看他仍然没断气,想帮他一把,用刀把他头砍掉,但阿难摇摇头,表示要享受最后的痛苦,阿难的死是漫长的,最后在清晨七点半, 游军一为他注射一支药水,完成了扑腹仪式,阿难为己,1887年到1945年,东朝英姬,在美军到他家抓他时,把自己女儿妻子全部指走,美军破门而入时,他用手枪朝自己心脏打了一枪,企图引甘自杀,但这一枪打偏了,没有伤及心脏,美国大兵为他输血,把他又救了回来, 死也没死成,还劳驾你们帮忙,真是遗憾,他醒来后说,他自杀未遂,被人嘲笑胆小懦罩,还有一个人,少佐空先生,在中国被我追救起,医院治疗好后送他回国,对中国军人产生了敬意,本来医院里遇到的也是大学同学, 后来回了日本陆军,被军方责问,还不自杀吗?空前生无地自容,当场剖腹,剖腹做,为日本武士道成上的行事,被认为是向世人展示自己忠贞灵魂的方式,一般需要旁人在一边帮助,防止剖腹未尽而终止或过于疼痛而反悔, 这时,旁边的人一刀落下,成全了其一致,这个补刀的人就叫借错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